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来来来来 赶快见过我们七家的列祖列宗 长辈们都在等你了 老头子 我们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你看这个就是你的孙媳妇 叫爷爷 爷爷 不对 是隔壁那个 爷爷好 他呀是他的爸爸 然后呢 他呢是他爸爸 他呢是他的爸爸 他是他爸爸的爸爸的爸爸 那他呢是他爸爸的爸爸的爸爸的爸爸 这下你搞清楚了吧 清楚 我告诉你啊 他们个个都是人中之农啊 哎呀 多可惜哦 季佳呢 乃带单传 而且都英年早逝 这样你就知道我是多么的谢天谢地 能够保佑纯曦遇见你哟 奶奶 你不要这样讲啦 其实我跟纯曦不过是在床上不小心就 哎不准这样说 你跟纯曦能够相遇 那是因为你们三世姻缘命中注定 你们要成为夫妻的 所以 我们能够碰到你 是我们季佳的福气 也是我们纯曦的福气 你知道吗 奶奶 谢谢你 我一定会努力的当一个称职的季佳媳妇 好 我们季佳的媳妇就是要这个样子 抬头挺胸 心心满满 嗯 要以成为季佳一份子为荣 要以成为纯曦的妻子为荣 好 你摆完之后啊 就到纯曦房间去休息等她啊 女人帅不帅啊 哎 又不是她取名字 嗯 那就叫她 纯曦好了 不行啦 那以后我怎知道妳才叫她 叫她还是叫我 让安娜这么漂亮 她这么优雅 这么的有气质 我想 只有像她这样的女生 才配得上季晨熙 我怎么可能跟她 一进来别人房间又迫不起 在偷看人家的东西 你们江牧岛的人做事情都不需要别人同意 也不用在乎别人的感受是不是 不是啊 我不是故意要看了 那间我刚刚不小心按到了 所以才 谁追你把东西放在那边呢 这地毯是安娜前天冬天去米兰公演的时候买的 不要把你那种脏东西摆在那里 那柜子是给安娜放私人用品用的 不是给你放行李的 哇 好可爱哦 是你帮小宝宝买的哦 那衣服是寄宝贝的 她不喜欢别人乱动她的东西 你自己注意一点 你刚刚已经看到影片了 我昨天晚上就去看那片子睡觉 没错 我不打算放弃安娜 所以在我们开始对任关系之前 我要先跟你约罚三张 第一 房间里面我所有跟安娜的东西 通通不准乱动 第二 不准在公共场合 还有随便跟人家说我们是夫妻关系 我们的婚姻对我来说 没有任何意义 只不过是家里面多了一双筷子而已 还有第三吗 第三 盗格拉斯今天有没有给你一份文件 有 去拿来 这份文件是给你的 你自己看一下 你 另一 离婚协议生肖的日期 就是你小孩子出生的生日 日期我会在田上 不过你不用担心 你不会吃亏的 等我们的婚姻结束 我会给你五百万的赡养费 你来到这里唯一的任务 就是把你肚子里面的小孩生下来 拿了钱从我的世界消失 所以在最后我要付出一点 我们两个之间的婚姻关系 没有任何感情因素 纯粹是因为孩子 为了避免造成我跟安娜之间的困扰 在我们结婚期间 你不可以爱上我 一旦你爱上我 我们的关系就立刻结束 我会马上毁约 然后关掉在江沐岛的工厂 这样子你懂吗 我明白了 我刚在电视上已经看得很清楚 安娜在联系里真的很重要 我希望你跟安娜以后 可以善待我的小孩子 这样子我就心满意足了 我现在知道 你有多恨我 毁了你的人生 躲会那些岛迷比你虚无 但是我想要告诉你 江沐岛就是我的家 最疼我的爸爸就葬在那里 我的家也在那里 如果说你可以遵守约定 替我守护这个岛 我也会遵守约定 剩下小孩就离开 我希望你可以勇敢地把你的心打开 好好的看一看 我和江沐岛的人 不是好的 我会证明给你看 最近去对待一个人 不是要有条件 我想房间应该没有我的位置 以后我都睡下房了 你躲过去的那是大户你知道吗 那是都要面租的 你如果没有这个人就看你没有 你如果有这个人就知道你后头家是有人在跟你拖的啦 如果以后你嫁过去之后有什么不用供的事情 不要紧 你尽量回来 你知道吗 那这些基存师他如果把你求 还是其他的人把你求 不要紧 你低下的膝儿回来 就算我们这些报备了 没准带我出去 我又要去那路海边 驾在这些海盾我买得你去大公盾 喂啦 那个基存师啊 小孩 我觉得他虽然看起来很凶 可是好几次 我有困难的时候他都有帮我耶 所以我觉得他不是坏人 他应该不会骗我 也不会从我们打上的人 我要这个孩子 平安地来到这个世界上 小孩 你是不是先爱我 什么 三百 你是太爱你了 妈 为什么昨天他明明还好好的 今天却想变了一个人 是不是 我真的做错了什么 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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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